超强寒潮清洗大陆 内蒙古刮起暴风雪 慕名苦中作乐 说自家牛都成了雪花牛 风力达到八九级 因为牛有热体 在雪刮完以后都站在毛上 年年都是这样的 春天都是这样的暴风雪 牛已经习惯了 昨天应该是零下二十多左右吧 大雪加上大风 内蒙古交通受到严重影响 近两天国道多条路段 积雪达到四十公分 官方通报 多达194辆车和642人 受困暴雪中 因为恶劣天气 重机具难以抵达前线 救难队只能徒手铲雪 主意救援 镜头再换到黑龙江墨河 市区主要干道 也几乎被厚重的白雪覆盖 吐动各类清雪机械 二十余彩套 司机拆机两边倒 人停机不停 昼夜奋战 内蒙古第一个超强寒潮报道 大陆多地出现大风 沙尘降温雨雪 还有部分地区 一天降温16度 受强冷空气影响 山东冰州11号下午 还降下黄豆大小的冰雹 大陆气象局预报 境内大范围降温 还将持续 并且往南移动 云南 湖北 江苏 浙江 单日降温都可能超过十度 TVBS新闻章志明 李明珍综合不斗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